我现在人在PJ Old Town 去这个PJ Poly Clinic 因为最近我在工作上有遇到一个第二层接近到一个确诊人的人 懂什么意思吗 虽然他在跟那个确诊人都有戴着口罩 我见那个接近确诊人的人也有全程戴着口罩 可是因为我真的是有工作的关系啦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来差一差学验一验比较安全一点 可是因为时间紧凑的关系我现在只能做RTK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RTK跟PCR有什么分别 我选择这一个是因为他不需要registration 只需要walk-in就可以了 时间上比较赶的朋友就可以来这里啦 Nathanael, can I do RTK here? SATU SATU 聲音 有一个朋友有关系的朋友 我曾经联合和朋友 庭中在 我前面评伙的朋友 我在HariAhad 3天前面 真的吗 是的 是的 是RTK RTK 从开始进门到现在可能是过了10分钟吧 然后我就被叫进去了 然后我住的是RTK 可是他们还是叫我擦皮子啦 因为过程中不能拍摄 所以我就不能拍到啦 哇 还有特地问他啊 Can I take a vlog of you in this? 讲到我 他就像是棉签 碰到一些东西就这样把它擦进去 这种感觉就有点像 你游泳的那个水灌在你鼻子的感觉 因为我昨天我在喝水的时候 不小心把那个水让整个淋去我鼻子 还整个那种感觉 到现在都还有一点 这样子的 可能过一下子就没有掉吧 然后他知道是我喜欢等30分钟啦 我要不要在这边等待Optimi啦 可是我既然都无所思思的 好吧 我就在这边等30分钟 然后就直接可以看到里面吧 我用了70块 好像很便宜一下哦 我以为这个RTK会是擦手指的 可是到最后他突然间擦我的鼻子 像到底RTK跟PCR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你是怎样的人 你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啦? 我先解析一下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啦 就是我昨天晚上 收到了一个消息 我身边的人 的身边的人 确诊了 因为我身边真的是很幸运的是 真的没有什么人中啦 所以我也没有特地去研究 中了之后要去哪里咽咽了之后 要怎样的这些步骤 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做了一些功课啦 其实目前市面上有三种 比较common的方式 PCR RTK Antigen RTK Antibody 它们三个都是各有不同的 PCR就是最前期最普遍的一个方式 它是擦鼻子 擦喉咙的 准确度是最高的 可是也是最贵的 RTK Antigenite 它就是抗原的 擦进鼻子里面 而RTK Antibody 就是用低血的方式去验的啦 叫做抗体 可能我的华语 跟我的英语 不是很 synchronize 因为我是单靠我自己的翻译去做的 那种太深奥的华语 我 不是很懂 是不是对的 PCR就是最普遍的啦 我看到的啦 在私人医院 价钱的话大概是在200到400之间不懂 我觉得 如果我不是确责 或者是嫌疑很高的话 我应该不会想要去做这个PCR啦 它需要等的时间也比较长 我看到的普遍都是等一到三天 才会拿到成绩 它的华语名叫聚合眉莲所反映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这个PCR是怎样work的啦 基本上其实每一个cell 就是细胞啦 都有自己的DNA的 可是我刚才发现到 virus其实不是一个cell哦 反正 可是virus也是有自己的DNA的 然后这个PCR的方式 就是抽出你的样本啦 比如从鼻子还是喉咙里面 拿出来你的 唾液 或者 样本 之后用仪器把它copy paste copy paste copy paste 把你的DNA放大 然后就可以看得出你的DNA code 是不是属于这个virus的code 而我们普遍看到的是叫RT-PCR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跟RT-PCR不一样的地方是 PCR是用来读DNA的 可是Covid里面只有RNA 所以我们需要用它RT-PCR去读它的RNA 其实还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下次再聊 就像刚才提到了啦 它是需要把你DNA抽取出来 copy pas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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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来读它的code 是不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繁俗的工程 That is why它也很贵 它需要到非常专业的仪器啊用品啊 还有人员去执行这一项东西啦 而且我目前看到的啦 如果你要做这个PCR 你都一定要事先去booking 不能walk in 虽然说这个PCR的准确度是三个里面最高的啦 可是其实它也可能会有漏网之余的 它也不是100%perfect的 就比如说一条河里面有很多鱼 你一捞你会被捞到那个鱼 可是不代表这条河没有鱼 第二种就是RT-K Antibody 如果你看到有些人是动自己的手指 然后流出血来诊测的话 那个就是Antibody用的 抗体 抗体是Antibody 把人RT-K Antibody是一个method 我不知道华余语叫什么 政府其实不太鼓励你用RT-K Antibody的这个方式 去来test你有没有跟他Covid 这个又是怎样work的啦 其实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细菌啊 还是病毒啊 进入了我们身体之后 身体的细胞就会出现一个抗体 Antibody 来对抗这些病毒啦 而这个RT-K Antibody的这个method 是用来诊测你的身体有没有这么抗体的 聪明了你这个时候应该发现了 哈?我有病毒不代表我有抗体的哦 没错啦 其实就算你身体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病毒 就算可以产生抗体 也是需要7-14天才能出现的 可是这个方式是很快的 基本上你一天之内几个小时 半个小时就可以拿到成绩了 所以如果你是赶时间的 然后你不是太 严重的话 用这个是比较快啦 像这个RT-K Antibody的用处 比较好是在哪一个方面呢 是用来侦测那个扩散的程度 或者是它可以check以前感染过的人 因为你的身体不管是中了Covid 还是中过Covid 你的身体都会有这个抗体啦 第三种就是我今天做的叫RT-K Antigen 它是抗原 这一个就会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 它也最快 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拿到result的 呃... 我在网上看到啦 他们讲几分钟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几分钟啦 可是我今天是用了30分钟啦 至于Antigen是什么勒 我在这里也讲一下Bio啦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当有一个病毒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会有一个细胞叫Macrophage 我有读对吗 它是一个用来侦测病毒的一个细胞来的 所以当它侦测到这个Betrogen as in病毒或Bacteria 它就会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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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毒 然后就会插出几根 哒哒哒哒哒哒的东西 叫做Antigen啦 这个Antigen就会警告你身体里面所有的细胞 喂有这个病毒有这个病毒 快点来攻击它快点来攻击它 这个Signal就会传到去一个叫B-Cell的东西 B-Cell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Antibody的工厂 它会触我刚才提到的抗体 而这个抗体它是基本上一个Y-shape的啦 就会cut住这个Virus 然后被Microphage给吃掉 没错 它是可以detect到也可以吃掉你的Virus的 所以非常非常简单的概括这个东西 就代表这个Antigen是可以刺激到Antibody跑出来 去杀掉你的Virus啦 至于这个RTK Antigen是怎样work的呢 它比RTK Antibody好一点是 它是直接侦测到Virus上面的那一层 protein啦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Antigen 以我自己本身的理解啦 一个是可以只侦测到那个抗体 一个是可以侦测到Virus本身上面的东西 我觉得相较起来RTK Antigen准确度是会比较高的 没错它的准确度差不多是到90% 而这个是MOH讲的哟 不是我 所以政府是比较鼓励RTK Antibody 可是RTK Antigen它们相对来讲是比较相信这个技术 而且机场上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RTK Antigen的 就算它的准确度并不是100%的 可是PCR其实也不是100%的 没有一个侦测方式是可以100%成功的 因为这个RTK Antigen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实行 所以我看到很多地方只要是RTK Antigen 你基本上都是可以walk in去做的 我不知道啦啦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啦 有可能不是啦 就好像我今天去到的其实是可以直接walk in的 我选择它是因为它可以walk in 不用walk in 也很便宜 我后来才发现它是11月5月刚刚推出的一个计划 就是在Torthings Lango的一些医院里面 或者是一些地方 你可以用70块非常便宜的价钱 就去做到这个RTK Antigen 然后只需要walk in 其他私人部门如果要做这个RTK Antigen 大概是150块到180块之内 OK In a nutshell 我今天去验的过程就是医生一定会去问你 为什么你要来验 他们就是大概想要知道你严重的程度到哪里去 我就跟他讲我是因为朋友的朋友中了啦 然后我有接触过我的这个朋友啦 他就 哦 所以有Category B 我不是很清楚Category B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很多的功课 所以就做到这里啦 我知道我是Category B 我猜是没有直接接触的人 我也是有看到一个报导的讲啦 这个Rajif啦 which is 推出这个70块的test的人 他就是讲如果你是一个casually in contact with Gennah了的人 很多政府医院可能未必会收你 Like 拒收 因为你没有达到他们验的一个requirement啦 这样如果你不是真的那么严重 或者是你就是想要去验 或者是你没有symptom 可是你想验 就可以去到这些地方去做啦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追求到更细更准确的答案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选择去做PCR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closed contact为中了的人的话 就一定要做PCR 这样什么又叫做closed contact咧 一是你曾经有跟他前线接触 包括你在healthcare上接触过的病人 二是跟确诊老的人同一个公司或者是同一个客室 三是你曾经跟他搭过同一个交通 四是你曾经跟过这个确诊的人住在一起 像我的case来讲 我其实完全没有触碰到那个确诊的人 所以我是处于半上不下的阶段 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个rtk antigen 好是好在我这种半上不下 好像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很大可能是没有中的人 又想要便宜一点的话 rtk antigen我自己觉得是蛮ok的 他也是有提到 now everyone can test 这是他讲的 好啦其实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其实是感觉蛮惭愧的 就是我一直以来都知道 雪兰儿或者是malaysia的case number 其实一直都在增加 而且是到很夸张的思维术阶段了 可是我其实都感觉蛮无感的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人 完全没有听到有人撞过啊 所以可能他其实是离我很遥远的 所以我成为我也是蛮松懈了 就是我以前一回到家还会 痖痖痖sand 带出来任何东西 我现在可能会忘记 当然我也明白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疫情真的发生到太久太长了 麻木了会觉得哎呀没事情了 我这样子都过了一年也不是没有事情 之类的心态 而且我觉得 身边其实可能一直都在发生这件事情 只是可能会有人或很多人 他们不想要把这件事情 传开来来共住 于是不想要制造太过不必要的一些恐慌 所以你才会不知道 它不是没有发生 只是你没有听到过 其实也是不好的一样子 我们很像我这种人 就越来越无感哦 所以最后我想来这里 希望大家越怕死越好 随时随时就戴着口罩小姑姑 不要怕给人笑 哎呦这样怕死了 哎呦这样胆小 我胆小我骄傲 在这里祝大家身体都要健康 要小心不要像我讲 好啦 拜拜